我和我老公结婚三年 他对夜钓的痴迷已经超过了游戏 每次深夜出门 清晨满载而归 然后我打开冰箱 就看到里面塞满了鱼 三年来 他每次钓鱼夜不归家 我也从不怀疑他 因为据说钓鱼的男人不会出轨 但这次却跟以往不同 他放下工具 换了身衣服 然后开始在水槽边 一边收拾鱼 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 老婆 今天想吃清蒸的还是红烧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披了件外套走到他面前 仔仔细细地打量他 脸还是那张脸 只是一晚上没睡 多了一对黑眼圈 胡茶也长了出来 可是他就算再困再累 也不可能不记得 我是从来不吃鱼的呀 怎么这样看着我 我从小到大不吃鱼的 你忘了 他脸色顿时有些僵硬 随即避开我的直视 继续洗鱼 还一边洗一边笑 仿佛在掩饰尴尬 我怎么会忘 只是这次难得调上来一条大的 就忍不住想让你尝一尝 我还是有些怀疑 继续追问他 陈昊 我生日几月几号 你还记得吗 他手里的剪刀对了一顿 然后再次扭头朝我笑 小傻瓜 考验我吗 怎么了 你是觉得 我不是你老公吗 那你快回答呀 6月11号 阴历5月13 我怎么会记不得你生日 回答正确 那 我最喜欢吃什么 还来 真是拿你没办法 你最爱吃我丈母娘做的炸藕盒呀 我松了一口气 是了 她是我的陈昊 是那个对我事无巨细的暖男老公 看来 是我多虑了 她满眼宠溺地白了我一眼 老夫老妻了 还来这一套 还不快去洗脸刷牙 我点点头 正想转身去浴室 结果她又突然说出一句 让我差点滑倒的话 对了 既然你不吃 等我把鱼收拾好 你给我丈母娘送去吧 可真正的陈昊 不可能不知道 我妈早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去世了 这一刻我确信 眼前的人绝对不是我老公 虽然她能说出我的生日 还有我最喜欢吃的东西 但她不可能不记得我妈已经去世的事 所以 眼前这个陈昊到底是谁 为什么长得和我老公一模一样 还假装是我老公 回到属于我们的家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真正的老公 我真正的老公 此刻又在哪里 我扭头看了看他的侧脸 此刻他正专心收拾鱼 可我居然从他脸上看出了一丝阴狠 这样的表情 是真正的陈昊绝对不会有的 我尽可能保持着冷静 我不可能跟他撕破脸 更不能让他看出来 我有一丝疑虑 他一个恐无有力一米八三的大老爷们 手上还有凶器 一旦跟他对刚 不知道他会对我做出什么事来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进了洗手间 顺手就把门反锁了 然后掏出手机 准备给老公的调友良一发信息 老公每周夜调 都是跟他一起的 他的联系方式我也有 结果打开微信 已经有六条未读信息了 都是良一发来的 嫂子 杭哥回家了吗 有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 怕吓着你 我总感觉杭哥今早上怪怪的 好像变了一个人 今早上收工的时候我抽烟 杭哥突然说让我给他来一根 我知道杭哥是从来不抽烟的 结果回去路上一连问我要了三根 我还调侃他 怎么突然抽开烟了 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 结果他说 他哪敢跟我吵架 看我不回去好好收拾他 当时杭哥的表情真的挺吓人的 而且以我对杭哥的了解 他平时是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的 但我毕竟是外人 不好多说什么 嫂子你最好注意点 实在不行带杭哥去医院看看吧 我吓得手机都差点没拿稳 是的 陈杭从来都对我很温柔 很体贴 人前人后事事以我为先 绝对的三好男人 二十四孝老公 他不抽烟 不喝酒 平时连一句粗口都没有 这些年他唯一的爱好 就是钓鱼 在他昨天出去钓鱼以前 一切都很正常 怎么可能回来以后 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连我的喜好和我妈去世的事都不记得了 我猜测 问题一定就出在他们昨晚钓鱼的过程中 我立马给梁一回信息 你们昨晚上钓鱼 有没有发生什么反常的事 还没等到梁一的回复 厕所的门把手在疯狂地转动 那个假的陈行在外面咚咚咚地敲门 阿姨 怎么把门锁了 自己家还锁门 你在防着谁呀 他的语气明显有些不耐烦了 我立马把和梁一的聊天记录都给删了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打开门 不小心锁了 对了 你不是在收拾鱼吗?弄好了吗? 我妈吃了你钓的鱼 肯定又会夸你孝顺的 结果她眉头一皱 阿姨 你在说什么胡话? 我丈母娘都去世那么多年了 怎么吃啊? 我只是想过几天清明节 送到她的墓前 好好祭拜一下 我顿时陷入了一阵自我怀疑 她并没有忘记我妈去世的事 难道真的是我多想了吗? 可是梁一发来的信息 她昨晚反常的举动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刻意装作若无其事地凑近她 你衣服上怎么有这么重的烟味? 你开始抽烟了 她无奈地摇了摇头 真是什么也瞒不了你 你也知道这两年情况不好 公司中层都被裁了 我压力也挺大的 就开始抽了 但你放心 我肯定不在家里抽 我是想 我们约定好了不要孩子 所以偶尔抽一下也无所谓 还能解压 老婆 请你相信我 我心里只有这个家 只有你 我会尽快调整好 不影响到我们的夫妻关系 只是希望身为妻子的你 能理解我 能信任我 不要再疑神疑鬼了 好吗? 她说这一番话的时候 看上去真的是发自肺腑 让我不由地怀疑先前都是自己多想了 她紧紧把我抱在怀里 我终于还是抬起手 摸了摸她的头 选择卸下心中的疑虑 她低下头想闻我 这时 微信语音却突然响了起来 我拿出手机 来电显示是良意 陈杭也看到了 她脸色突然沉下来 板着脸问我 为什么良意会给你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 我下意识地撒了个谎 没有把刚才良意给我发信息的事告诉她 陈杭却直接夺过我的手机 把电话挂断了 你把她拉黑吧 以后不要再跟这个人联系了 说完 也不等我反应 她直接把良意的微信给拉黑删除了 我不解 为什么 她黑着脸告诉我 我昨天晚上 无意中发现 她手机相册里 居然存了好多你的照片 都是每次咱们一起出去露营 她偷偷拍的 她甚至还存了你在车上睡觉的照片 我这才意识到 这个王八蛋居然早就对你动了那样的心思 我当场拆穿她 她还一直狡辩不承认 阿姨 我全当没这个兄弟了 以后不会跟她来往 她也许还会骚扰你 但是她无论说什么 你千万记住一个字也别信 直接把她拉黑 电话也别接 听完她的这番话 我顿时对梁毅的为人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毕竟偷拍睡颜这种操作 也太过于变态了 而按照陈杭刚才的描述 就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 为什么梁毅会突然说陈杭的坏话 因为她被陈杭捉了个正着 知道陈杭会回来跟我说明实情 所以就先下手为强 发微信挑拨我跟陈杭之间的感情 这样的解释貌似还算说得通 可陈杭见我迟疑 突然变得急躁起来 怎么了 我的话你都不信了吗 我以为凭我们之间的感情 你会毫不犹豫地相信我 没有不信 那你今天是怎么了 从我回来就一直在试探我 要怎么样你才肯信我 是要我从楼上跳下去吗 说着 她直接大不留心地往窗户编走 我被她的反应吓坏了 急忙去拉她 你疯了 你不信我 我只能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了 不然怎么办 我自己的老婆都不信我了 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对于我来说 良意只是我老公的好朋友而已 在她和我老公之间 我肯定选择相信我老公啊 虽然她今晚的表现确实很反常 很多举止都不像陈豪能做出来的 但对她的爱 让我再一次感性地决定 无条件相信她 我只能强行给自己洗脑解释为 她最近真的压力太大了 好了好了 你是我老公 我自然信你 我怕她再次冲动 把她拉回来一直安抚 你也累了吧 我给你放水 你去泡个澡吧 每次陈豪夜调回来 都会在浴缸里泡泡澡解伐 说着 我走进浴室给她放水 这时 我注意到她脸上明显滑过一丝惊慌失措 她一反常态地说 不 不用了 我不想泡 我 我冲个淋浴就行了 我以为她是因为刚才我不信任她 还在跟我闹脾气 干脆打开水龙头开始给她放水 你不是每次回来都要泡吗 这两天降温 你在户外待一宿 身上都凉了 别再弄感冒了 还是泡一下吧 结果 她却突然吼了一句 我都说了不泡 你有完没完 不泡就是不泡 仿佛动了很大的气 我被她吼傻了 立在原地 半天没反应过来 以前的陈杭 别说是吼我了 跟我说话 声音都跟蚊子叫一样 可软眠了 我提出的任何要求 她都百依百顺 更何况 泡澡本来就是她的多年习惯 让她泡一下 也是为她好 为什么她今天会突然对泡澡这么抗拒 我一句话也没说 离开了洗手间 转向卧室 她见我生气了 急忙跑过来跟我解释 老婆别生气了 我刚才不是故意吼你的 我是觉得泡澡太耽误时间了 今天周末 我想带你出去吃点好的 我嗡了一声 但我心里却依然对眼前的人充满了疑虑 中午她带我出去吃了顿西餐 下午看了场电影 就回家了 一路上她牵着我的手 但我却感觉牵着我的像个陌生人 一整天时间 我都没怎么跟她说话 晚上两个人躺在床上 她像往常一样低头吻我 跟我说晚安老婆 我爱你 然后就睡了 我累了一天 也挺困的 几乎是倒头就睡 可睡到半夜 我朦朦胧胧间 被一阵呼喊声吵醒了 老婆 救救我 老婆 我是陈杭 快救我 我立马清醒 一屁股坐起来 发现声音的来源就在枕边 是陈杭发出的呼喊 她闭着眼睛 眉头紧皱 满头大汗 像是做噩梦的样子 嘴里一直在喊 老婆 救救我好吗 老婆 快救救我 我摇了摇她的胳膊 陈杭 醒醒 你做噩梦了 可她依旧眼睛紧紧闭着 顺势抓住我的胳膊 像是抓住什么救命稻草 老婆 救救我 我好冷 我快喘不动气了 你在吗 老婆 你回答我 我越听越觉得不太对劲 仿佛她身体里有另一个人 在向我求救 我试着趴在她耳边回答 我在 老公 我是徐姨 老婆 救救我 这里好老 好黑 我出不去 你来救救我好吗 我急忙问她 好 那你告诉我 你在哪里 发生了什么 你告诉我我 才能救你啊 她的呼喊声越来越微弱 呼吸却越来越重 我就在 突然 她安静了下来 连呼吸都听不到了 我追问 你在哪里啊 这时 床上的陈杭 突然睁开了眼睛 我和她四目相对 她的表情变得异常阴冷 凝重 似笑非笑地问我 你在跟谁说话呢 嗯 她整个人散发的状态 都跟刚才睡梦中 向我呼救的人 完全不同 刚才发生的事 她也仿佛完全不知道 我还试探性地问她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刚才一直在说梦话 都把我吵醒了 是吗 她沉思了一下 然后问我 我说了什么 你不记得了 我反问她 按理说 一个人被噩梦惊醒 醒来的一瞬间 应该对刚才做梦的内容 说过的话 记忆深刻 毕竟是刚刚做的梦啊 怎么她好像完全没有感觉 没有印象 我也没听清楚 我下意识地含糊了过去 因为我总感觉 眼前的陈杭 和刚才那个梦里呼喊 我就她的陈杭 不是一个人 如果回来的人 已经不是以前的陈杭了 那么真正的陈杭 又去了哪里 她梦里说的 那个很黑很冷 让她喘不过气的地方 又是哪里 就这么辗转反侧 思来想去 我又睡着了 再次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 陈杭已经不在床上了 我起来看手机 有陈杭的微信 是七点钟发的 老婆 我去上班了 早饭做好了在客厅 你记得按时吃 晚上见 爱你 今天周一 陈杭去上班了 我因为是自由职业 不用做班 每天都是陈杭 早早起来做好早饭 然后出门后 会给我发类似 这样的请安信息 收到这条信息 我一瞬间又觉得 它是我深爱的 那个陈杭 我吃了早饭 开始收拾家务 顺便把陈杭挂在 阳台晒的秋衣秋裤 内裤袜子收起来 可打开衣柜 我愣了 衣柜里原本陈杭的衣服 全都不见了 我第一反应是 陈杭离家出走了 我抬头看了看大衣橱顶 我们的两个大行李箱都在 而且既然离家出走 又干嘛发信息给我说 晚上见呢 我急忙给他发信息 问他咋回事 大衣处理他的衣服哪去了 他一直没回 打电话手机也关机了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最后实在没办法 就去网上查陈杭公司的电话 结果陈杭公司前台 居然告诉我 他们公司根本没有陈杭 这个人 可我们结婚前 他就一直在这个公司上班 为什么前台会说 根本没有这个人 我在家里一直等到傍晚 终于等到陈杭回来 他还不知道 我已经知道了 还跟没事人一样问我 老婆 你坐在这儿发什么愣啊 你去哪儿了 我反问他 上班啊 别演了 我知道你 根本不在那个公司上班 他有些意外 你知道了 谁告诉你的 我给你打电话打不通 就给你公司前台打 他说公司根本没有这个人 他一脸无奈 叹了口气 老实交代了 半年前公司裁员 我被辞退了 今天一整天都在面试 手机没电了没注意 对不起老婆 我知道工作的事 我不该瞒着你 但是我也不想让你 跟着我一起焦虑 你能原谅我吗 我看到他挫败的低头 心里也有些发酸 他这段时间的压力 我都没有注意到 也是我做妻子的失职 也许就是因为他遇到了职场危机 才会突然开始抽烟 提气急躁 甚至做噩梦说胡话 像变了个人似的 我起身抱住他 我们是夫妻 难道我们只能共富贵 不能共患难吗 不管大事小事 不是说好了 要一起共同面对吗 他身体有些颤抖 回报住我 下巴抵着我的脑袋 是我不好 我是想找到新工作以后 无缝对接 等稳定下来 再跟你说 免得你为我操心 没想到 现在工作真的不太好找 也是我没用 这么久还找不到 一个像样的工作 我趴在他肩头鼓励他 找不到就慢慢找 现在外面情况我也知道 本来就很难 再说了 我爸之前不是还给了我们一些钱 我们又没有房贷车贷 也不要孩子 总能撑过去的 哪怕真的吃不上饭 出去要饭 我也会陪着你呀 晨航什么也没再说 只是紧紧抱着我 晚饭过后 我突然想起来 衣柜的事 就问他 对了 你衣柜里的衣服 都去哪儿了 我早上起来给你收衣服 发现你衣柜都空了 彼时正在洗碗的晨行 也愣了一下 随后解释说 我拿去丢了 你不是不喜欢我抽烟吗 我准备借了 我那些衣服上有烟味 就全拿去丢了 我呕了一声 可转念一想 又觉得说不通 衣服有烟味 也不用扔了吧 洗洗晒晒 烟味不就没了 而且他不是丢了一件两件呢 是全部丢掉了 整个衣柜的衣服 全都没了 就连冬天的羽绒服都没了 那时候他还没学会抽烟吧 理智告诉我 他在说谎 我隐约觉得 他还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晚上我睡不着 闭着眼睛胡思乱想 一直到十一点多 我感觉到 躺在身边的人 突然动了 陈杭捏手捏脚地起身 我眯着眼 隐约看到他在翻腾自己的衣柜 他从衣柜里拿出我今早上给他从阳台收回来的衣服 然后出了卧室 我听到家里门被轻轻打开 又轻轻关上 他出门了 深更半夜 他拿着自己的衣服 出门干什么 我穿着睡衣 悄悄跟在他后面 看他坐电梯下到了一楼 我不敢坐电梯 就加快脚步 从安全通道跑到一楼 等我跑到一楼 刚好看到他的背影出了单元门 我推开单元门 看到他往右拐 往右手边两楼之间的一块没有人的空地走去 我急忙跟了上去 扒着墙角想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黑暗中 他俯下身 蹲在地上 把手里他的那堆衣服扔到地上 然后掏出了打火机 点燃了那堆衣服 我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深更半夜 他为什么要背着我偷偷摸摸跑下楼 把自己的衣服都烧了 还有他之前大衣处理的衣服 他说是拿去丢了 会不会也是都烧掉了 如果真如他所说 是觉得衣服上有烟味 怕我不喜欢 又何必烧了 直接丢了或者捐了不行吗 直觉告诉我 他一定有古怪 他蹲在那堆烧焦的衣服跟前 一动不动 很有耐心 他背对着我 我看不到他表情 但我猜想 他是要等到一堆衣服彻底烧成灰才会离开 我怕他发现我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 急忙跑回家重新躺会床上装睡 约摸着有十分钟吧 家里的门开了 紧接着是他脱外套的声音 最后 他无声无息地重新躺在了我的身边 不一会儿 我就听见了他均匀的呼吸声 他睡了 我却再也睡不着了 闭着眼睛 再想应该直接和盘脱出跟他对峙 还是继续暗中观察 因为我明显感觉到 躺在我身边的 和我同床共枕了三年的人 此时此刻竟像个陌生人 令人恐惧 突然 安静的卧室里有人在大喊 老婆 老婆你在吗 是陈杭 他又在说梦话 上次他说梦话 就说让我救他 我急忙扶在他嘴边仔细听 陈杭 我在 我是徐仪 他依旧是紧皱着眉头 仿佛用尽全身力气 在挣扎着 开口 把我的衣服藏好 千万不要让他找到我的衣服 我听不懂 急忙追问 他 他是谁 我离开太久了 撑不了多久 他太强了 陈杭 你说清楚一点呢 什么你离开太久 他到底是指谁呀 千万不要让他找到我的衣服 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 几乎听不清 我意识到他可能又要像上次一样随时醒来 急忙躺下继续装睡 果然 一阵沉重的呼吸深厚 陈杭 猛地坐起身 见我在睡觉 他起身 再次打开他的衣柜 衣柜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他好像很挫败 又不甘心地打开我的衣柜 一顿乱翻 但他似乎始终没有翻到他想找的 叹了一口气 重新回来躺下 他想找什么 刚才他说梦话的时候 叮嘱我一定要把他的衣服藏好 不要让他发现 我意识到清醒的晨杭和睡梦中跟我说梦话的晨杭 很有可能是两个人 一个在疯狂地找自己的衣服 然后烧掉 一个在极力告诫我藏好衣服 不要被他找到 可是 他的衣服 他不是都拿去烧了吗 这时 我突然想起来 床底下 好像还有一些老公的旧衣服 之前我们收拾家务 把两个人穿不上的旧衣服 都囤在床底下了 那个跟我说梦话的晨杭 一定是在暗示我 要把床底下他那些旧衣服藏好 这些衣服 到底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一个要烧掉 一个要让我藏好呢 四日清晨 我刚起床 那个所谓的晨杭 果然等不及问我 老婆 家里还有没有 我以前穿过的衣服了 我装作若无其事 不是都让你丢掉了吗 怎么了 他脸色阴暗 没事 就是想既然决定扔了 就干脆全部扔了算了 他这样的解释 显然很牵强 我继续装傻 衣服都在衣柜里了呀 你那么爱整洁 衣服从来不乱扔的呀 你再想想 确定都在衣柜里 有没有放在其他地方的 我坐在床上 一动也不敢动 紧张得不得了 生怕他发现 我们的床下面 还储存着就衣服 确实没有了呀 他似笑非笑地走到我跟前 盯着我看 你怎么脸突然这么红 是不是在骗我呀 我极力让自己镇定 我不能让他看出破绽 我骗你做什么 有必要吗 难道你还觉得 我故意把你的衣服 藏起来了不成 他盯着我看了有三秒钟 笑了笑 在我额头上印下一个吻 然后转身走了 没有就算了 我出去找工作了 你起来洗漱一下吃饭吧 说完他便出了门 我现在基本确信 刚才那个跟我对峙的陈杭 肯定不是真正的陈杭 因为真正的陈杭 一定不会忘记 床底下可以存储 床底下还有他的衣服 而真正的陈杭 此刻不知道困在了哪里 正危在旦夕 唯一能救他的 就是藏好他的衣物 确认那个假的陈杭走后 我立刻翻开床板 床底下果然有老公的一包衣物 我拿被子 把那堆衣服盖在下面 重新藏好 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 是个本地的陌生号 我接了起来 是个熟悉的声音 嫂子 我是梁易 你能来一趟松山湖吗 松山湖正是我老公上周六夜调的地方 那个假的陈杭曾说 梁易偷拍了我的大量照片 对我图谋不轨 我相信这些都是陈杭编造的谎言 目的就是不让我跟梁易接触 因为那天晚上只有梁易跟我老公在一起 所以梁易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立马开车前往松山湖 梁易就站在湖边等我 见我下车急忙跑过来问我 嫂子 我看你把我微信删了 电话也屏蔽了 本来不想再打扰你 可我越想越觉得不太对劲 就决定还是换个号打个电话问问 对了嫂子 杭哥他 没事吧 我直接向他合盘托出 梁易 我怀疑那天晚上问你要淹的人 已经不是你杭哥了 梁易吓了一跳 不是杭哥 那他是谁 我摇头 我也不知道 但从他的种种举动 我可以确定 回来的人不是陈杭 梁易 你再仔细想想 你们那天钓鱼 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 或者是没记得有什么可疑的呀 突然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哦 对了 我想起来了 那天晚上杭哥钓鱼 曾经钓上来一件迷彩的T恤 我以为是谁不要了丢掉的 我让杭哥扔了 杭哥不扔 还把衣服凝干塞到包里 说可以用来擦车 我当时也没多想 后来 回去路上杭哥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就突然想起来 我们钓友圈流传的一个说法 我听完 心立刻悬到了嗓子眼 什么说法 梁易神神秘秘地跟我讲 我也是听一个老钓友说的 据说 投狐自杀的人是永远不能投胎转世的 要么做水鬼 永远重复溺水时的痛苦 要么找替身夺舍 取而代之 他们的亲人不忍心看他们死后 继续受苦 会通过一些偏门 把他们死前穿的衣服 丢到水里 一旦被哪个倒霉鬼捞到 就会被夺舍 我越听越觉得后怕 如果真如梁易所说 那么那个在梦中呼喊我就他的老公 此刻正替人承受着无限循环的溺水痛苦 而我这几天 却跟那只所谓的水鬼同床共枕 甚至今天早晨 他还吻过我的额头 我立刻打开手机 开始搜索 松山湖自杀等关键字 果然刷出来的第一条新闻 就是几个月前 一中年男子因离婚打击 一时想不开 于松山湖投湖自尽 其家中还有一个70岁老母 无人照顾 新闻还附了尸体被打捞上来的照片 人脸被打了马赛克 但是能够很清晰地看到死者死前所穿的衣服 是一件迷彩T恤 我给梁翼看照片 梁翼下的脸瞬间白了 就是这件迷彩T恤 杭哥那天就是捞上来的 就是一件这样的T恤 我已经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了 大白天里 我整个人一个劲地打冷战 梁翼见我不说话 问我 嫂子 杭哥不会真的被水鬼夺赦了吧 梁翼 你能不能打电话 问问你那个调友 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破解的办法 我说着说着开始忍不住哭 边哭边跪下来求他 我求求你帮帮陈杭 我真的头一回遇到这种事 我们两个亲人都不在身边 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帮忙 梁翼赶紧把我扶起来 嫂子 你别这样 杭哥跟我这么铁的关系 他出事了我肯定尽全力帮忙 这样 你先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问问 然后梁翼开始跑到 一边给他懂杭的调友打电话 边打电话边抽烟 打完烟 也抽完了 他回来和我说 说陈杭有得救 他叫我回去找到当初陈杭捞上来的那件迷彩T恤 然后把他烧掉 就能把夺赦的水鬼送走 然后再给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不用多久 原本的陈杭就会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面 我急忙回家去找梁翼说的那件迷彩T恤 他说看见陈杭塞到了包里 我进了家门连鞋都没换 就去找梁翼钓鱼杯的包 翻到最底下 果然找到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迷彩T恤 我赶紧按照梁翼说的方法 拿打火机点衣服 但是那衣服一直没亮 放在塑料袋里好几天 还是湿漉漉的 我点了好几次都点不着 我赶紧跑去洗手间拿吹风机吹 吹到一半 我突然听到家里门响了 那个假的陈杭回来了 如果让他发现我烧衣服 我就完蛋了 我赶紧把厕所门关上反锁 继续吹衣服 很快 贾晨杭开始敲厕所门 老婆 你在里头干吗 我手里吹风机没停下 敷衍他说 我刚洗完澡 在吹头发呀 说完我突然意识到 我刚才翻他的包忘了收拾 现在包还在扔在地上 拉锁都开了 他回家肯定会看到 果然他质问我 吹头发干吗锁门 他开始疯狂转动门把手 发现转不开 急了 竟然开始踹门 快开门 听见没 你活腻了是不是 他在外头对我疯狂谩骂 一边骂 一边使劲撞门 我急忙点燃了 已经干了大半的迷彩T恤 点完丢在洗脸盆里 厕所外的假晨行 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在外面对我破口大骂 贱货 你做了什么 我要杀了你 贱货 快给老子开门 我送你去陪你那死鬼老公 随着衣服被烧焦殆尽 他咒骂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 到最后 我听到外面晃荡一声 我试探性地打开门 发现陈杭已经倒在地上 昏迷不醒 我喊他 他完全没有反应 但呼吸还在 我急忙从床底下翻出来一件他的旧衣服 给他穿上 果然没过多久 陈杭猛地吸了一口气 睁开眼睛 老婆 老婆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他用力抱着我 大口呼吸着 你还好吗 我心疼地回抱住他 他从大口呼吸变成大哭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失态 我急忙安慰他 没事了 没事了 你已经回来了 别怕 有我在 按照良意的说法 他在被夺赦期间 应该是不断重复着溺水身亡的过程 周而复始 一遍又一遍 活不了 也死不了 不敢想象 他始终无法开口跟我讲他这几天的经历 想来一定非常痛苦煎熬 不堪回忆 他不说 我也大概能猜到他经历了什么 所以也不忍心多问 接他伤疤 我也没逼他说 带他去床上休息 他似乎很累 从下午一直睡到晚上 期间 我还给良意去了个电话 告诉他陈行 已经顺利回来了 让他放心 他还好意提醒我 让我记得再试探他一下 确认一下 他真的回来了 但我觉得有点多此一举 陈行醒来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我给他煮了他最爱吃的西红柿鸡蛋面 他连汤袋面吃得干干净净 甚至连我爆锅放的大葱也吃了 我隐约觉得哪里怪怪的 因为陈行是不吃葱的 他嫌有味 不优雅 所以做菜放的大葱 他从来都是挑出来 放到一张纸巾上的 今天他却全吃了 我安慰自己也许是他太饿了 饥不择食 但又想起了良意的叮嘱 忍不住 就故意试探他 发生了这样的事 不如我们出去旅游散散心吧 他心情似乎比之前好了些 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装作漫不经心的提议 确实吧 你不是在那里读的大学吗 正好看看你的母校 他毫无波澜地笑着回答 好啊 你决定就好 我心里咯噔一声 陈行根本没读大学 他说他当年考上某著名大学 但是没去上 因为觉得浪费时间 高中毕业就因为能力优秀被公司破格路用了 真正的陈行 不可能不记得自己读没读过大学 所以 真正的陈行 根本没有回来 眼前的人 还是那个水鬼 你怎么了 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意样 我急忙装作一切都正常 一边去门口穿鞋 一边睁眼说瞎话 没事 就是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快递在风潮 已经滞留好几天了 我先去取一下 一会儿就回来 可刚打开门 我头顶上突然一只大手伸过来 砰的一声把门给关上 小贱人 你知不知道 你心里想些什么 可都写在脸上了 我被假成行绑了起来 丢在卧室里 拿了把刀 对着我 让我猜猜 我不是在世读的大学 还是 我根本没读过大学 我没有回答他 而是反问 你把我老公怎么样了 他笑得更加阴冷了 你老公此刻正在经历着 我经历了无数遍的痛苦 跟你说句实话 溺水而死真不是人能受的 我老公没有害过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没办法 不是他 就是我 谁叫他倒霉 捡上来 我的衣服呢 他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我一边哭 一边想挣脱 起来 跟他同归于尽 但却什么也做不了 他看到我挣扎 却无力的样子 似乎很过瘾 问我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你明明烧掉了我的衣服 为什么你老公还是回不来 一穷二白 一穷二白 这辈子就想找个老婆好好过日子 你老公这张脸长得好 还娶了个自带车房的白富美老婆 妥妥的人生赢家呀 这样的人生谁不想要 幸好他手机里存了聊天记录 帮我躲过了你所有的试探 我恍然大悟 原来他之前之所以不记得我不吃鱼 不记得我妈去世 却又能远回去 是因为看了我和老公的聊天记录 我鄙夷地看着他 可惜 说谎总会露出破绽的 他气急败坏地掐住我的脖子 你为什么就不肯和我过 嗯 你说我哪里不如你那死鬼老公 你哪里都不如他 他突然松开我 笑得像个疯子 我现在就烧掉你老公的衣服 让他永远也回不来 然后他从床底下翻出来 尘航仅剩的所有衣服 当着我的面 全部烧掉了 我深爱的那个陈杭 再也回不来了 我哭着大骂他 你这个疯子 你会下地狱的 他不弄返校 下地狱 也是你老公替我下呀 他现在不仅回不来了 而且随时都在经历 溺水身亡的痛苦 我已经哭得失声 没有任何力气了 甚至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我和陈杭能在一起 当初是经历了多少阻碍呀 我爸当初死活 不同意我跟他结婚 就因为他没读过大学 就因为他没有房子 可是他对我真的很好 也很懂我 关心我 我当时是真的觉得遇到了此生的真爱 我们没有办婚礼 偷偷跑去登记闪婚了 婚前我名下就有房有车 我们婚后就住了进去 我爸担心 我过得不好 虽然嘴上依旧骂我 但私下里也经常给我打钱 甚至慢慢肯接受他了 好不容易日子变得越来越好 突然遇到这种事 我真的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最无奈的却是 我明明知道 他此刻正经历着无限循环的痛苦 却偏偏没办法救他 正当我绝望时 那个水鬼突然嘲讽我 别在这里惺惺作态了 你们女人真的是能装 不想看着你老公痛苦吗 你既然这么爱他 那你去替他受啊 有一个办法 深夜十二点 喝下他的血 在我死的地方投壶自尽 他就能得到解脱 由你来代替他承受溺水的苦 怎么样 你肯吗 替他承受溺水的苦 我可以吗 我 有这份勇气吗 见我犹豫 那水鬼轻蔑的笑 呵 女人 只会嘴上下功夫 说什么情啊爱啊的 一到关键时刻 还不是大难临头个自飞 只顾自己快活 不管伴侣死活 此刻我脑海里浮现了从前种种陈杭对我的好 我记得他寒冬腊月在我家楼下等我 只为见我一面 记得每当我想妈妈的时候 他都会把我抱在怀里 安慰我 妈妈一直陪在我身边 记得他给我做饭时 我去给他捣乱 他一边笑 一边往我嘴里塞好吃的 最后 我睁开眼睛 眼泪从眼眶里流出来 我平静地跟那个水鬼说 好 我来替他受 按照水鬼说的方法 我需要先喝下陈杭的血 那水鬼拿刀 在自己食指指腹上划了一道口子 然后把血滴到杯子里 让我喝 我忍着血腥的恶心喝了 然后准备开车去松山湖投湖自尽 我没办法把发生的事告诉任何人 因为没有人可以帮我 我爸知道了 也只会骂我 他也许八步的陈杭死了 警察更是不会管这种事 即便我报警 那个水鬼也可以装神经病 装失忆 我依然拿它没办法 法律从来不管这种玄学 即便我跟那个水鬼同归于尽 我也逃不了一死 更就不了陈杭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真正的陈杭少受点苦 我刚准备坐电梯下楼 突然想起来车钥匙落在了家里 我又回家去取 打开家门 刚拿到钥匙 我听到陈杭的声音 他正在阳台打电话 我下意识地猫着脚步走过去 却听到他跟电话里的人说 那个蠢女人听了我的话 真的去了松山湖 准备投湖自尽了 明天早上 我就报警 你等着好消息吧 早跟你说了他恋爱脑 这个方法准行 不过也得亏你跟我讲了水鬼夺赦的传闻 我才能编出这个骗局 再加上我的演技和你的山风点火 他果然被咱俩骗得团团转 不枉我蛰伏三年 对他那么好 还默默受了他老子那么多气 等他死了 宝费到手 遗产到手 我之后半辈子也就有指望了 你放心 承诺你的 一分都不会少 我愣了 骗局 恋爱脑 宝费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自己的耳朵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刚登记结婚的时候 确实买过几份大额保险 受益人互为彼此 当时他还说 如果他有一天死了 不能陪我走到最后 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 给我留一笔钱 好好生活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那个曾经说可以为我去死的枕边人 居然设了这么荒诞的一个圈套 只为了引导我自杀 无论最后警方判定我的死是意外 还是自杀 作为受益人的他 都可以获得巨额的保费赔付 而且我知道某些保险对于自杀这类情况 也是会赔付的 只不过需要投保满两年以上 陈航为了骗保 居然是从两年前就开始布局 让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撒下这么荒诞的谎言 不过是为了让我相信所谓的水鬼夺赦 然后甘愿为他去死 甚至警察怀疑到他身上 他完全可以逃脱嫌疑 杀人诛心 他手上还不会沾血 我的心一阵阵地发凉 我已经猜到 他打电话的那个人 就是梁毅 是他们两个共同策划了这个谎言 一个负责演 一个负责解说加推波助澜 诱导我一步一步信了他们的鬼话 我苦笑着拿走了车钥匙 陈航骂得确实对 我确实恋爱脑 确实蠢 也只有我这么傻的人 才会相信陈航的鬼话 我开车到松山湖 站在松山湖前 沉思了好久 被自己最爱最相信的人 差点设计死 有那么一刻 我真的不想活了 我在那里待了一整晚 湖风很凉 吹得我整个人清醒了 在离开松山湖的那一刻 我仿佛获得了新生 第二天 陈航果然自作聪明地报了案 警察来家里做笔录和调查 当我出现在所有人面前时 他整个人都傻了 脸色先是绿的 跟着变得惨白 甚至都不确定我是死了还是没死 可我不得不佩服他强大的心理素质 他竟然只反应了几秒钟 就可以厚颜无耻地当着警察的面 奔向我 抱住我 泪流满面地对我说 老婆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以为你想不开做傻事了 咱俩吵架归吵架 你可不能再跟我玩失踪了呀 我笑着回报住他 趴在他的耳边 对他说 放心吧 老公 我以后都不会再犯傻了 不等他反应 我又悄悄对他说 对了老公 有件事你可能忘了 咱们家里有监控 昨晚你打电话的录音 全部同步到了云端 我已经保存好了 正好警察同志在 你是自己交给他们 还是我来 我看着他从一脸泪痕 变成了一脸惊恐 随后 他重新抱住我 用几乎祈求的语气 对我说 老婆 一日敷七百日恩 我是一时糊涂 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用余生好好爱你 好好补偿你 行吗 显然 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计谋 全部败露 连装都不装了 开始打可怜牌 可是到如今 我又怎么可能原谅他 他以为我还恋爱脑 没治好呢 我推开他 像看陌生人一样 看着他 此时此刻对于我来说 眼前的男人 仿佛真的被夺赦了 你去监狱里 好好爱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